大家好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黑法师啊 如果开花的话呢 它开花这个枝条会全部枯萎死掉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黑法师不小心开了花了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呢 其实最简单最极致的办法就是呢 把它的这个 新长出来的花剑剪掉 但是如果你的黑法师它是单头的就只有一个头 然后头上面呢 长出了这个花剑 那么我们也要直接给它进行一个砍头处理 把它砍掉 这样呢 既可以避免营养的消耗 又可以让它长出更多的侧枝 让猪型呢 更加的美观 但是我们砍的时候就要注意 这个刀或者是剪刀了 一定要经过消毒处理 然后从它的这个 底下 然后直接给它进行砍头 到时候呢 我们再多给它补充一点 蛋含量比较高的复合肥 促进了它长出更多的新枝新芽 这样呢 它的新枝新芽长得多了 整个猪型呢 就更加的饱满美观了 所以呢 多肉开花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进行修剪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